这就是我昨天休息的地方 第一次自驾闸帐篷 早上起来看到周边这种景色 而且早上是被鸟叫醒的 我的天啊,太舒服了 这是昨天洗的衣服 在这基本上一夜都已经干了 帐篷 里边一个睡袋 一个房窗卷 那儿还有一个冲洗枕头 山里边还是很凉快的 基本上到后半夜就需要盖被子了 现在是还不到八点啊 准备把这个帐篷先收了 这就是我今后自驾还油的一个车 不到四万块钱啊 比亚迪F3 不知道是不是国内最便宜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的电动车 有的电动车都比这个贵啊 前面这个是买的 有时候晚上在车里边睡的话 可以把这个给挡一下 很多东西其实还没有没有买齐 原本我是想买白色的 但是因为时间比较紧啊 想着黑色也就黑色吧 你主要怕黑色不耐脏 你主要怕黑色不耐脏 这个是在赛斯店加装的 也是因为时间比较紧 所以说它有一个现成压装的这个 所以说就直接用了 要了这个 总的来说 如果自驾的话 应该还可以吧 主要是这个一个是便宜 再一个它的油耗比较低 很多装备还没有完全弄完啊 然后等回头给大家专注拍一下这个车里的装备 今天这个地方是就是渝州的帝王陵 其实本来我都快出河南了 然后又拐过来了 主要这个地方比较偏啊 然后上次过渝州的时候就没有来 这个地方比较适合自驾呀 因为它这边我没见那个像景区的这些车过来 几乎就没有那个搬车 所以说比较适合适合自驾的